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解析One4的起源是什么 究竟又是从何而来 我们的主角绿谷初九 又会使用哪六种个性呢 并且一一带大家来看 关于一任继承者的故事 我会按照动画的剧情来解说 不用担心被剧透 首先澄清一下 可能会有些人觉得 我做我的英雄学院影片 又是在跟风趁热度 不过老实说 在最初我的英雄学院 刚开播的第一集 我就看到哭 甚至在三年前 刚创频到第五或是第六部 就是做我英的影片 我的英雄学院 在连载许多年后的现在 人物不只有光明面 更刻画了阴暗面 那内心充满挣扎的刻画 更加具有深度并且动人 这也是让我决定 做我英影片的原因 随着剧情也让我们看见One4 充满谜团的过去 这部影片就来做个超详细的解析 我们原本都以为One4 就是继承超强力量的个性 然而在剧情不断推进 我们也才明白 这是一个技术 各个继承者的希望与信念 为了击倒All for One的能力 这里就来说说One for All的起源与历史 在过去个性刚出现的时代 这特异的能力 没有规范被彻底滥用 没有个性的人 认为会用异能的并非人类 这两派导致社会分裂 充满抗争与混乱 而这时拥有最极端个性的人出现 那就是能夺取与给予 个性的能力 他同意了因为个性所造成的乱世 也就是最大的反派All for One 不只慷慨给予 想得到强大力量的人个性 更夺走了因为个性 导致不变的人 让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不过这种种看似救世主的行为 实际上却是操纵人心 甚至是缔结不许违背的契约 得到力量的人 拥护All for One 成立犯罪组织 导致日本陷入最黑暗的超长黎明时期 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 满足一己私欲 控制国家社会 以及夺走强大的个性 这也就是All for One的含义 人人为我 All for One本想与弟弟 死比目与一 一同创造新世界 然而弟弟明明无个性 优弱小 却满口正义 可能是出自对于弟弟扭曲的爱 又或是其他原因 All for One硬是把储存力量的个性 赋予给弟弟 然而最惊讶的 就是因为他们是亲人 弟弟与一身上 其实有着类似 给予个性的能力 浪度 原本浪度 只是能够将自身的个性 转让给他人无用的能力 让浪度与储存力量的结合 就成为我们熟知的One for All 说完One for All的由来 本来想直接聊聊 大家比较好奇的 绿谷究竟能使用哪六种个性 但是我认为一次说完 绿谷的六种个性 可能会比较难记得 所以就来一一说 各个继承者的故事与个性 这样会帮助大家 比较好理解 One for All的来龙去脉 以及隐藏细节 原本历任继承者 只有少数人知道 并且被记载为机密 然而个性 伴随着本人的意志 也可以说是灵魂 这也就是为什么绿谷 能从梦中 看见历任继承者的原因 而这最早 甚至能追溯到第二季动画 继承人们早就已经出现 并且帮助绿谷 是一个埋藏已久 非常有趣的伏笔 首先第一代One for All的持有者 就是刚才提到 All for All的弟弟 斯秉木雨依 他一心想要阻止 满足自己私欲 操弄冷心的哥哥 不过即使想反抗 却因为太过弱小 反而被囚禁 他是一个温暖 充满正义感 总是鼓励着绿谷的人物 这时出现 拯救斯秉木雨依的是第二代 因为目前剧情 还没有透露他的真实名字 所以我就称他为二代 在当时All for All控制个性的乱世中 二代是少数反抗All for All的组织首领 他担心着世界的未来 以及阻止社会被支配 不惜与实力悬殊的All for All开闪 就当他遇见被囚禁的第一代 羽翼明白 即使有两种个性 在自己的身上 无法彻底的发挥 就把One for All 让渡给第二代 这也是一切正义的开端 二代对于继承者 非常严厉与谨慎 因为他明白这股力量的重要 以及生命的代价 所以也是最后一个答应 将个性给绿谷使用的继承人 个性是变数 那因为按照动画的进度 为了不爆雷 只提到了是能够控制 小型物体速度快慢的个性 是目前绿谷还无法操作的能力 而第三代继承人 就是二代的部下 非常忠诚的追随二代 并且称呼他为首领 虽然三代没有强烈 想要打倒All for One的想法 却为了保护首领与这份重要的力量 而自愿继承 尽管他是所有继承者中 最少描写的人物 可是他的个性发近 却是绿谷最常使用 并且非常有趣的 能够透过重复一个动作 借此蓄力 当不要时就能释放强大的力量 顺带提作者当初也曾考虑 要不要取名为充电 这个个性在原本的三代身上 其实不会增强多少 但由于One for All一代一代的传承 这些个性也得到强化 在绿谷身上使用发近时 能得到接近One for All的力量 第四代继承人 四乃森碧影 当初他从三代身上 继承能力与责任时 就已经明白 依靠当前自身的实力 无法战胜敌人 就领悟出自己这一代 就是为了储存更多的力量 于是终身躲避All for One 努力锻炼 然而在第四代身上 也产生变化 因为One for All 与本人个性的相加 超越身体的负荷 产生裂痕 以及衰老折寿 第四代是一个毫无笑容 冷静沉着 顾全大局的人 虽然也被第五代笑说 是一个怪人 但还是非常热心 指导绿谷使用个性 而第四代的个性 危机感知 是我私心认为 影响剧情最重要的个性 脑袋会像刺痛般 自动感知范围内的杀戮恶意 让绿谷躲过 许多次的致命攻击 在之后强度提高 许多的战斗中 假如没有这个个性 我的英雄学院 可能早就提前完结 危机感知甚至不只是 对于自己的恶意 周遭有危险 也会不断想起 这也让绿谷 因此救下同伴 另外危机感知 只会察觉恶意 就像最近动画中 A班的朋友们 尽管是对绿谷使用个性 不过却是充满关心的攻击 丝毫没有恶意 危机感知也不会想起 是一段第六季 让人感动的剧情 第五代继承人 万神大物狼 虽然他的背景与故事 刻画并不多 但是那超级开朗阳光 总是替绿谷加油的性格 让人印象深刻 他甚至还帮助 无法开口的绿谷 成为其他继承人 沟通的桥梁 是充满热情 始终第一个 帮助绿谷的角色 而万神的个性黑边 是从身体 释放出细长的黑色能量 如同绳索般 能束缚敌人 或是抓取物体 虽然不是攻击型 威力强大的个性 却能广泛应用在 许多的战斗中 发挥出出奇不异的效果 第六代继承人 是我差点忘记 存在感极低的烟 他不止遮住嘴巴 更充满谜团 在所有继承人中 几乎最少开口 不过在焦绿谷 使用个性时 却非常细心指导 甚至帮忙分析 战场的情势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提醒绿谷 别太尊重 利润继承人的个性 好好放松全部使用 才能产生最强的力量 第六代的个性 烟幕 就如同字面上的含义 可以放出烟雾 作为隐藏行踪的能力 相反的 使用者也会看不到对手 假如一出烟雾 立刻就会成为标靶 是一个优劣士 非常明显 需要谨慎判断战场 才能使用的个性 第七代继承人 至村蔡奈 欧尔迈特的老师 死比木钓的祖母 最终死在 欧佛万的手中 要说内心最复杂 与痛苦的 无非就是他 为了独自 与欧佛万战斗 从此离开自己的小孩 间接导致 一系列的惨剧 看着孙子成为敌人 与自己抗争 是要消灭还是拯救 但至村 依旧保持人静与坚定 无疑是心灵 最强大的英雄 第七代的个性 浮游 能够在空中 自由地移动 让绿谷在战斗中 能够更加灵活 第八位继承者 巴姆俊典 他原本跟主角绿谷一样 只是一个无个性 然而得到弯佛侯之后 却是力认 最强的继承者 能超越因素 与充满压倒性的力量 是目前唯一战胜邪恶 O4-1的继承者 并且还两次 第一次是漫画时间线之前 第二次是神野之战 而奥尔迈特也是公认 No.1的英雄 不只是日本 更是世界第一的和平象征 由于是无个性 所以继承完佛侯 并不会减少寿命 是最长持有40年的继承人 由于曾经与O4-1战斗 重上后实力不如以往 于是找到了下一个继承者 无个性的少年 绿谷初九 另外提一下关于奥尔迈特 在绿谷梦中的形态 因为他本身没有个性 所以不会像其他继承人那样 完整显现 只会留有残存的意识 第九代就是我们的主角 绿谷初九 那即使弱小 也奋不顾身 拯救他人的善良 被奥尔迈特选为 玩佛侯的继承人 这一份不断传承的力量 每次的让度 却会变得更加强大 一开始绿谷使用个性 总会变体鳞伤 现在却成长到 能使用力刃继承者的个性 那份连敌人都要拯救的心 加上活用束手个性的实力 无疑是除了奥尔迈特以外 最适合的继承者 目前最精彩的战斗 无非就是对战女神纳干 绿谷运用四代的个性 危机感知躲过子弹 六代的烟幕 暂时隐藏身体 思考策略 三代发劲 迅速接近敌人 而最终用发劲 加黑边 以及自身45%的One for All 达到了奥尔迈特 百分之百的力量与速度 这一切也是他 在过去处于个性时 总是大量研究与记录 才得以融会贯通的特质 One for All传承到第九代的绿谷 除了是最后一位继承者 也是唯一能阻止 All for One的人 刚才提到One for All 只能浪度在无个性的人身上 否则会成为像第四代一样 脸上因为个性的重叠 造成裂痕 甚至只能活到40岁就受终正寝 在我阴的世界观中 无个性几乎越来越少见 而立谷就担起终结All for One的责任 在之后的剧情 期待他能拯救死柄木调 成为No.1的英雄 最后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任继承者呢? 喜欢我阴主题影片的观众 记得按赞 除了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更给我动力持续制作 我阴主题的影片 当然也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 超级感谢来支持我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